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中國人口如今正面臨缺少青年人口的危機 今個月十號 中國人口經濟學家兼北京大學教授梁建章 中國網紅經濟學者任澤平分別發表文章 對人口老化 青年人口短缺提出警告和諫言 文章發表之後 梁建章並沒有受到衝擊 但是任澤平就被禁言 任澤平的文章題目為 解決低生育的辦法找到了 這一篇長約二萬字的文章 在社交媒體上一下就火熱起來 他的觀點引起網絡熱議 文章根據官方的調查數據 低生育的主要原因是 生小孩的成本太高 房價太貴 他建議設立鼓勵生育基金 降低生育成本 文章提出 經合組織國家推出的 和鼓勵生育相關的家庭社會福利支出 佔GDP的百分之二至三 而中國GDP有110萬億人民幣 大約17萬億美金 所以鼓勵生育基金應該是2萬億人民幣 大約3145億美金 任澤平因此提出一個 不用政府和企業增加負擔的建議 每年多印2萬億的人民幣 大約3145億美金的鈔票 用10年的時間鼓勵社會多生5,000萬個小朋友 文章提醒說 一定要抓緊75接到85年出生的這一批人 趁著他們現在還能夠生 這一項政策再不出台就會遲了 他的理由是 這一批人還有多子多福的傳統觀念 而90後和千禧後的很多人 甚至連結婚都不願意 在網民的圍觀和爭議聲裡面 任澤平第二天再次發表文章回應 印錢生仔需要中共央行印鈔票 而不是從財政預算撥款 因為現在疫情經濟下行壓力大 土地財政大幅下滑 政府、企業和家庭都沒有錢 不能夠再增加老百姓的負擔 任澤平強調 這個建議不是臨時起的 而是經過長年的研究探索 和國際經驗比較出來的 並且經過科學的論證 任澤平在中國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博士後 現任東吳證券首席經濟學家 曾任恆大集團首席經濟學家 年身有1500萬人民幣 大約236萬美金 並且在中國的各大網絡平台都擁有千萬的粉絲 任澤平還曾經在中共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任職 他在2016年的一次演講中透露 他2009年剛入國務院的時候 由中共高層劉鶴擔任其導師 劉鶴現任中共國務院副總理 被認為是習近平的經濟智囊 任澤平的建議 遭到不少人的強烈批評 挖苦和質疑 在質疑聲入面 中國經濟學家 國民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小路比較有代表性 王小路對官媒《新經報》表示 貨幣政策的唯一宗旨是保持宏觀經濟長期穩定的發展 一個國家的貨幣增長 要和經濟增長相互適應 包括生育在內的政策調整 並不是貨幣政策應該承擔的職能 王小路認為 人口的發展和經濟發展都需要遵循它自身的規律 才能夠保持長期的穩定 如果用短期的政策進行干預 可能會導致政策左搖右擺 急攻近利 反而不利於人口穩定健康的發展 他還說中國人的生活成本確實很高 生育孩子的成本高 住房壓力大 但是難道靠發一筆錢刺激 就能夠解決這些問題了嗎 生育率低的瓶頸在於 公共服務和社會保障方面的問題 例如城市戶籍 住房保障 養老保險 失業保險 醫療 教育等等 這些問題不解決 即使生了小朋友 接著下來都會面臨一系列的困難 任澤平的建議也得到支持 中國人口經濟學家 兼北京大學教授梁建章 在1月12日專門發問和王小路辯論 支持任澤平 梁建章說 低生育女國家都會實行鼓勵生育政策 以前多生小朋友就罰款的政策本來就是錯的 所以鼓勵生育政策和打壓生育政策並不是前後矛盾 因為兩者並沒有比較性 梁建章還說 中國正面臨產能個性 需求不足 所以印錢並不會引起通脹 反而可以消化產能 促進充分就業 刺激經濟 他之後還提出了一系列更加具體的 稅收補貼 買樓補貼 和多建圖兒所的建議 在任澤平10日發表文章的同一天 梁建章也發表文章 警告長期的持續性青年人口短缺 將會導致中國經濟的崩潰 和整個民族的消亡 他在文章中說 導致人口老化的兩個原因是 壽命延長和缺少青年人口 壽命延長並不可怕 但是缺少青年人口就是真正的危機 文章還說 青年人口短缺不僅會削弱經濟發展活力 還會削弱中國的綜合角力 並會導致中華文明的色味 他說 雖然人口多並不會必然強大 但是人口急劇萎縮 就一定是預視著衰亡 梁建章的文章發表之後 並沒有受到任何衝擊 但是任澤平的建議 就只是存在了兩天 他的社交媒體微博和微信公眾號 一起遭到禁言 他的微博目前顯示 因違反相關法律法規 該用戶目前處於禁言狀態 他的微信公眾號 《集平文官》的上述兩篇文章 也都因為違規無法查看 本文來源由大紀元記者 易凡綜合報導 這次的《紳士國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的部分內容 也都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都請大家多多支持